星电视社会公器良心传媒 有你的支持我们信心更充裕 请我们喝杯茶 星电视STV属于大家的平台 时事焦点热门话题 专业评论员时事观察 时事观察 三藩斯湾区的听众 你好 又回到你时事观察 在这一集我想跟进一下 乔治亚洲联邦参与员选举 民主党大胜 但我先补充一下 国会大楼被占据之后 所带来的影响 特朗普在这个事件上 就是幕后黑手 特朗普等同叛国正面对四年以来 第二次被弹劾 但这个事件 亦对社交传媒有一个正面的影响 我相信大家已经知道 Facebook和Twitter 已经无限期删除了特朗普的帐户 其实还有Instagram、Snapchat、Reddit 和Parler的网站 这个网站等于Twitter的另类平台 是大右派的网站 苹果和Google都删除了 Parler的应用程式 由于特朗普几年来 不负责任的言论 这些社交媒体的言论自由 一向是一个困扰的问题 如果散播没有事实根据的人 是美国总统 你说如何处理呢 这个客户 不是普通的帐户 没有多久之前制定的警告字眼 仍然不能阻挡特朗普的谋论 但今次 国会大流的事件 不止是否因为 痛定思痛 差不多大家公认 特朗普的言论 就像冠状病毒那样 唯一的方法 都是要删除他的账户 今次事件 由头到尾都是证明 最濫用言论自由的 就是美国总统 讽刺的地方 就是由他证明给我们看 言论自由 不是100% 一定要有 社会责任 否则 整个社会 就失去秩序 做生意的人都明白 有个购物网站 叫做Shopify 宣布 不售买 任何与特朗普有关的商品 Maria 这个酒店集团 还有 City Group 跨国投资银行 不会捐钱 给任何不相信拜登赢了你的选举的候选人 我相信 可能有其他大公司 会走出来 发声 还有 第一个要求国会 質疑大选结果的 联邦参与员 Joss Harley 原本 准备出版一本自传 由于他的立场 但出版商 决定 取消他的 写书合约 期待已久的 乔治亚州 联邦参与员选举 两个恐决 终于 由民主党取得 这次的选举证明 很多美国人 不单止对国会 过去四年的立法方向 感到失望 因为民主党 拿回参议院 也会赶走 特朗普 第一号跟班 以掌 麦康尼 因为他们很期望 美国 内外政策 可以 重新 立回正规 很简单 因为常理 战胜 歪理 诚信 战胜 欺诈 今次的选举 任何一方都不打算赢得很多 两党都有心理准备 这个选举 是很紧臭的 但是 民主党 想得到的选票 我认为是比 预期高的 民主党的 John Oshoff 赢得 50.6% 共和党的对手 David Perdue 是 49.4% 黑人牧师 Ralphier Warnock 赢得多一些 51% 共和党的益万富翁 Kelly Loeffler 取得 49% 百分率 似乎不是差得很远 但是未足以解冻 重点票数 共和党两个候选人 是特朗普的 大赢子 特朗普的言论 一向都是 怪弹荒谬 但是他在这个 参议院选举前述说的 尤其是 在选举前三天 他和 乔治亚州务卿的电话录音 再次证明 他是 彻底 鄙视 美国的选举制度 我简单的重复一下 拜登 特朗普 以12000票 赢了 喬治亚州 特朗普 打电话给这个州务卿 要求他 再次发掘一堆 怀疑是鹅片的 相同的票数 再加一票 他建议 州务卿 重新计算 如果用这个借口 用这个借口 就可以推翻 原本的点算结果 即是要这个州务卿 做假数 但是 在总统大选之后 这个州务卿 已经下令 三次 重新 用人手 点算结果 但是仍然是拜登赢的 但是特朗普想要的数字 不是真的 点算的 他人 估了几十年 他很聰明的 他就不会用非法这个字 在电话录音里面 他只是说 你找方法 帮我 找这些数字出来 所以这个州务卿 拒绝 同流合乎 电话录音 亦都被传媒拿到 然后爆出来 这段对话 整个小时 就是一个星期六 第二天 就在华盛顿日报 登出来 于是其他传媒 就扛传 隔了两天 就是乔治亚州的 联邦参议员选举 这个录音 对这个参议员的选举 是直接有影响的 我认为乔治亚州 有很多 合情合理的选民 不管他是 民主党 共和党 对特朗普这些 敲诈 欺凌的手段 应该感到震惊 而这两个 共和党的 联邦参议员候选人 是特朗普的 第1号 英声从 旧早的时候 这两个人 和特朗普 唱对台戏 要求这个州务卿 辞职 即是这两个人 为了连任 党政治 重与一切 去维护 选举制度的完整 一点都不重要 这两个人 基本是将自己的道德观 降到 特朗普的水平 你说得不得人害怕 这个州务卿的 法律责任 就是确保 选举 以 公平 和 透明的情况下 举行的 他是 效忠一个 宪法 而不是效忠一个 腐败 和港大法的总统 如果他听特朗普说 删改的选举结果 这些是刑事罪行 特朗普在电话录音里 跟他说 你不跟我找多这些 万二票的话 你才是犯法 这些真是 虞假包吻的 颠倒客白是非 如果这两个共和党的候选人 可以 在参与院 连任的话 是不是 他们继续 容许特朗普 在幕后摆布呢 美国的民主 还有什么希望呢 甚至选举之前 有些共和党的选民 就认为 他们都很厌倦特朗普的了 但是为了美国制度的 互相制衡 他们确保 参与院 起码都可以 给共和党 但是这次选举结果 证明 特朗普 都黑奏很多 温和派的 共和党选民 特朗普 一向都不是很 掩饰他自己的 独裁者作风 他今次的电话录音 有很多 法律专家 已经开始怀疑 他有没有 违法 因为法例在这方面 一点都不含糊 就是任何人 都不可以 干预 或者 欺骗 选举结果 因为 维护选民的意愿 是凌鸽于 效忠一个总统 所以我认为这次选举 都不是 民主党 拿回 两院 而是对特朗普的一次 严厉批判 特朗普的作风 一向都是 是有风使尽你 他的心态就是 你过我才算 但是 物极必反 他亲自去乔治亚州 帮这两个 共和党候选人打起 这些造势大会 通常 都是两样东西 第一 你团结 党的选民 第二 你鼓励他出来投票 特朗普这些作风 越帮越忙 笼巧反绝 他的演说 不断攻击 不帮他唱衰大选结果的 共和党的民选官员 譬如这个 周务卿 和 乔治亚州的州长 原本找他来 做大团结 谁知道 分化 共和党的选民 但是同时 激发 更多民主党的选民 走出来投票 今次的选举结果证明 公道 自在人心 另外 亦证明 乔治亚州 过去十几二十年来 人口的转变 增加了很多 少数族裔 民主党 登记选民 不断增加 我认为 比较年轻的选民 对特朗普的政治 都有 抗拒感 今次 这两个共和党候选人 用那些宣传口号 与特朗普 差不多 100%相似 这个女的候选人 Kathy Lovler 她说民主党的对手 就是这个牧师 沃诺 直接说她是 马克思主义者 这些口号 基本是 五六十年前 冷战时代用 她说你选这个牧师 入参议院 等于将 马克思主义 带入美国政府 她又将 黑人生命宝贵的运动 列为 极端组织的运动 这不是事实的 虽然 他们这个名称 很多民主党的支持者 也不一定认同 而这个牧师 亦 重申了很多次 她是不支持 削监警队开始 所以 共和党 今次用的 靠客的招数 都是相当残疚的 今天说到这里为止 下个星期再见